你说图做成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所以我才出去几天啊 你这个家长怎么当的 我能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万一大家明察秋毫没人被骗呢 你这话说的 女士 带你乡亲们 早上好啊 石宝妞发什么神经 不要叫我石宝 叫我石菲特 哎呀 你们是不知道 我团的那些大头菜 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老东西还说我年轻人把握不住 年轻人什么把握不住啊 我说什么来着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但是 找我买的人不想着 我会易容的哦 你真的有去自己搜过市场价吗 肩商的报应终于来了 哎呀 也就偏偏小孩子 成年人怎么可能 Ladies 俺的商家们 早上好啊 好好说的台词 不是吧 鸭鸭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是都快中午了 上班 上屁班 我跟你讲 欧拜游戏公司要被我们收购了 专业人手增加了 以后终于不用我24小时就活了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可是他不只会有的吗 完了 我昨天也开心给他们都放假了 哎 你下车还吊销着呢 打车去 现在怎么说 鸭鸭还年轻 阅历太少了才会 Ladies 俺的乡亲们 早上好呀 学院长已经中午你不上班 上班 上个屁班 我已经委托人用仙招科技 成功把爷爷克劳 你那个爷爷是不是一脸纯凉啊 完了 可恶的花火 一定要将他神志以法 别啊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小让 最容易被骗的来了 你不去打工吗 你昨天都这么说了 我还记 所以 你昨天没有出差提前回来 你被骗了对吧 让我猜猜看 是不是变成我骗你说 新版本你有一大堆通告啊 这种事情肯定得爱依来告诉你啊 大不了群理查 理查 什么声音 不对 阿全 他应该没有对你怎么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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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花火 我是双项脸 你懂吗 你死我了 那这我一 一是 假的了 啊